然后这个雷恒不认了 不认就打吧 打了雷恒承认了 确实是就是去打大枪 破坏人家直播 好 那个白秀英也很厉害 那个雷恒人家后来在那个县里 那是刑警队长 所以认的人多 大家都给他说情 但是没用 说那个白秀英就在那个县里那 呆着做了 就是现场办案 不办 不办这个答案 就不走 谁来说情都没用 他就在那做了 一直到搞到什么程度呢 搞到把这个雷恒抓了之后啊 让他认了之后 要示众 怎么示众呢 到这个白秀英那个KTV门口 要把他衣服拔了 就穿个裤衩 绑在那儿 跪在那儿 示众 那你说说这个对雷恒羞辱很大 然后就把雷恒带到那个 白秀英的KTV门口 就就 但是那个 因为那些人都是雷恒的同事啊 不愿意把事做的太绝 就是糊弄了一下 意思就完了 把雷恒绑了 结果这个白秀英不敢 白秀英才监督执行啊 是吧 在他KTV门口 他就跑到那个 一个小饭店 把那几个执行的人叫来 这个判的是就让他在这儿 要把衣服拔掉 你们不拔他衣服啊 你这就是妄法 妄法你们等着 我马上投诉你 去先令他告 如果你严格执行 我有奖励 一个人发一两银 多少银子啊 反正给钱 你得去按照这个判决书执行 你不能妄法 那些人一看没办法 你要不按判决书执行 他就到现场那一告 他就完蛋了 下场跟雷恒人一样 如果执行了呢 那还有钱呢 所以这些人就不管了 跑去跟雷恒人说 不好意思啊 不是我不绑你 确实现在这个没办法 所以把那个雷恒衣服拔了 在那个KTV门口绑着 这个白金英他有面的 他在直播 你看来看看 这是捣乱的 你看看 现在咋场的 把衣服给钱呢 不给钱下场就这个 是吧 然后这个 好 结果他巧了 雷恒他妈 给雷恒送饭 一下看见 这个产案 雷恒后来也是从小 对吧 一步一步的爬上来 完了在县里面 也是一股有脸的人 现在被绑在那儿 跪在那儿 完了衣服啊 拔了 拔了那一股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雷恒他妈 就奇怪了 就骂这个 骂那些 绑他儿子的 绑雷恒的这些人 还说你们怎么 怎么这么 都是同事 有必要这么干吗 真言毕之言不行吗 不要做得这么过分 然后这些人就说 这大妈 不知道啊 这个我也不这么干 我的下场跟他一样 这个里面白球阴啊 他们要求这样干 天天在看着 我不这么干 那告诉现网友 我们就网他 然后这个雷恒他妈就骂 正好白球阴出来 雷恒他妈就骂白球阴 这个表属的吧 你是千人鸡 万人踏 什么什么对吧 骂 然后那个白球阴也骂他 两个人骂 两个人骂极了 那个白球阴就一拳 把他妈打倒了 这个时候雷恒一看 他妈被打倒了 这也受不了了 他不是手上不带着家的吗 然后一下 把那巧了 就把那个白球阴呢 脑袋开了瓢 当时就死了 这一下就出命案了 马上这些人 就把那个雷恒 就带到千里那儿去 就手告啊 然后那个白玉乔啊 那就监督这个县令办案了 一定要让这个雷恒判个死 但是这个 那雷恒的那同事 都给他求情了 毕竟是在一个县里 干了很长时间 都给求情 这个县令呢 他也觉得雷恒不知如死 他也不想得罪人 但是呢 这边那个白玉乔啊 天天督促了 也闹得不行 而人家也说了 人家万州里报 纪州府啊 已经告上了 那这个县令也不知道 这个白球阴呢 到底说了多少人 对吧 后面还没有和台 谁不知道 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他就拖 拖两个月 拖两个月之后 他就送到纪州府去 让纪州府去判 死活让你判去 然后这个案子 万上一跤 这个雷恒呢 关到死牢里面 正好不就归那个柱同馆吗 柱同馆不是刚提升那个 叫什么 两院接机吗 就是广劳房的吗 柱同一干 他都从事啊 那就照顾他 给他吃的喝的 给他搞一个担监 而且跟雷恒说啊 他想办法 他能不能把他弄出 救了 有办法他就救 就是也想办法 因为他知道啊 这个雷恒送到纪州府 估计就要死 正好这个雷恒他妈 又到牢里来送饭 他妈就找这个柱同啊 他妈也接着约 让柱同帮忙 说这个 如果雷恒啊 活不了 那我这一个人 我也活不了 大概就是意思 你们两人是同事 亲中手足 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 他就搞到的晚假了 就是你不帮他 没人帮了 然后这个老太太 就要给这个柱同下跪什么的 求柱同 柱同一看 这人还重情一样 他也觉得这个 恐怕有点不对 有点冤 你这样如果送到纪州府 所以这个柱同这个人 他就哎 这个我想话不救 但是他也没办法救 就是他跑到那个先令那儿去 一样的嘛 就是他找先令 先令还挺喜欢他的 先令一看 柱同都给那个雷恒说话了 所以他也只能 把他送到纪州府去 他放他是不敢放 杀呢 就这么多人拦着 这么多人也说好话 所以这个先令 我发头 送到上面去 矛盾交到上面去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 把这个雷恒啊 就由这个柱同 带着十几个人去押送 然后那个案卷呢 有那个压丝 已经先送到纪州府去了 然后再把雷恒 把他押到纪州府 结果在路上啊 到一个饭店吃饭 柱同就带这个雷恒去山泽祖 然后把他家里开了 然后雷恒走 说你赶紧回去 把你妈一带 有多远跑多远 然后雷恒就说了 哎呀 我这一跑那你已经完蛋了 把你连累了 这个柱同就说了 我把你放跑了 我罪不至死 就是我肯定要坐牢 但是我不至死刑 我紧张 我就把你 亡乎之首嘛 对吧 他罪不至死 但是你要是去了纪州的话 那恐怕就是死了一条 你看这个柱同说的 还很有道理 就是说 以我的这个 个人前途 坐牢 换你一条命 我顶多是个坐牢嘛 然后就这个 官职 以后他说了 这个雷恒呢 非常感动 立马回去 把他妈一叫 把东西收拾 闪闪闪 然后这个雷恒 上完厕所回来 跟那小病人说 哎呀 不好了 雷恒跑了 那小病人就说 赶紧回去报关了 赶紧回去告诉这支县 所以他回去告诉支县 那支县就把 柱同抓住了 对吧 吓到你这个 你不要把犯人 这么重要的犯人 你给他走了 但是支县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柱同的 也没有太为难 给他赐费苍州 据说就是 判了两年不到 一年 一年多不到两年 两年以后 他就 还有回来可以当他的 都主 或者是两院什么 夹击 接机啊 好了 柱同就到了这个 苍州啊 这个那个苍州知府 一趟柱同 哇 可这胡子这么长 都到了勾起眼了 你知道吧 帅啊 吐你知道吧 也那个车臣的 那个卡罗夫 我都还长 大谱子嘛 说支府一下 折服了 然后支府就问这个 柱同 说你为啥 还把这个雷同放了 柱同当然不能承认 说故意放了 对不对 那时候他还在装 不是我不管 我是 他就不是故事讲了一遍 我被他弄晕了 然后他跑了 还是这意思的 但是这个支府 也很 支府是个聪明人 对吧 我操 你们十几个人 你让他跑了 怎么可能呢 他不是你放了吗 但是如果说他故意放了 那你这个罪不就大了吗 对不对 他是那个支线 给他判的是舒服吗 对吧 是不是路上 就被雷恒给他打晕了 或者什么招了 对不对 雷恒跑了 责任的雷恒 不是他放的 你要放了 那你故意放了 那不是罪更重吗 对吧 所以这个 柱同就到哪儿 他说 我是给他打晕了 但是这个支府 心知肚明 他就觉得这个 雷恒这个 柱同这个人 非常重义气 为了自己 曾经那个同事 他宁愿自己坐牢 把人给放了 支府是觉得 他很重义气 家人这个人 长得脯子长 长得不错 就有心啊 把他留在自己的 边前 就不要送到牢房里去 坐牢了 就在自己站前听用 就给自己当个秘书 当个手下 这就他就不用去 牢房就不愈 这样干了两年 他就前头就 请满吃饭 对吧 就像那个梁中书啊 让杨志啊 在他站前听用 一个道理啊 就一样了 结果那个支府的小杨那样 小孩四岁 很可爱 跑出来之后 他也喜欢这个柱虫的虎子 跑长着吧 然后他就 他就要这个柱虫抱 完了之后 他就跟柱虫玩 哎那个支府一看 这小孩这么喜欢柱虫 哎 这家人家 夫子俩都喜欢 然后就 就让柱虫啊 带这个小安内玩 有一天晚上呢 不是正好是看灯吗 然后这个 小安内要去看灯 然后就让这个柱虫带着 抱着他 去看灯 结果 无用雷痕 这个明天是戴宗吧 还有一个就是 李逵 几个人到了这个 参州 这就是柱虫啊 厄运来临 这恶魔啊 已经接近了 柱虫 柱虫还不知道 结果正在 在那个河边 看灯的时候 雷痕突然出现了 嗨这个柱虫 诶 柱虫你看 喂 你怎么在这呢 你不是跑了吗 你在这多危险呢 结果那个雷痕就说 哎 没事 然后那个柱虫就问 你怎么跑来干啥 雷痕就跟他说 哎 什么 怎么这个那个的啊 说 请你上连山 把说这个 送头领 朝头领 觉得你在这坐牢不好 不如上连山算了 哎 这柱虫不干 柱虫不愿意上连山 这跟那个雷痕 当年不上连山 连山是一样的啊 他说我这个 我再坐一年半的牢 我就自由人了 我又去 可以当这个 都头啊 或者是街机 而且他在那 坐一年半的牢 又不是坐牢 对吧 他在这支付 在那服役 对吧 他也不累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他是带小孩 当个保姆 做心中啊 他肯定不干啊 他说我 我去当什么土匪啊 结果啊 就趁他在这说话的时候 那小孩被李回给弄走了 李回给小孩 弄了这个泥药啊 把他弄晕了 带走了 然后这个柱虫就 回头一看 哎 找小孩找不着 后来他们就 就逗这个柱虫 小孩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那柱虫就跟着后面 找到一个树林里面 哎 看小孩坐在那树下面 他跑过去一看 小孩脑袋 已经被这个 李回看成两个 啊 这个柱虫气坏了 然后就追啊 就把他们就跑 这个就追到柴靖庄上 柱虫就进去了 哎 柴靖 这个时候 柴靖这个人也很苦多 就恶魔也到他们家了 他也知道 他还搞不清的 他还帮宋江去忽悠朱虫 他说 他就跟朱虫说这一句 说这个 说这个啊 宋江 想让你上梁山 结果怕你不愿意 所以把那个小爷那个杀了 这样让你没有后路可退 上梁山 那朱虫就说 这真的太狠了 有这么干涉了吗 你上梁山上不上 再谈嘛 对不对 你把一个小孩给杀了个样子 这太狠了 这不是人做的 但是那个人不管 后来柴靖就说 哎 无用 呆宗 雷腾都在那装上 哎 叫出来 他们几个人 就让朱虫杀梁山 朱虫说哎呀 太狠 太狠了 后来这个李葵出来之后 这朱虫一看见李葵 忍不了了 抄几刀就要干了 也被大家拉开了 拉开了 然后大家就让朱虫杀梁山 朱虫提个条件 他说要么就杀了李葵 只要李葵在梁山 他就不去 后来无用就出了个独立 让李葵留在柴靖庄上 让朱虫上梁山 去后面 李葵在柴靖庄上 不就是把银天溪打死了吗 导致柴靖身陷灵 里面坐牢 死牢 朱虫上了梁山 上梁山之后啊 这个李葵 把那个银天溪打死之后 不就是 他也跑回梁山吗 回来梁山之后 朱虫看见李葵 回梁山了 朱虫就不干了 抄起那个破刀啊 就要跟李葵拼 李葵就抄起绑腹 两个人就要干了 这时候宋姜跟曹盖 就把他拦开了 然后宋姜啊 这个时候曹盖也在 我很有意思啊 曹盖一句话都没有 不知道曹盖是怎么想的 曹盖不是新权的吗 李葵把朱虫干死也挺好 朱虫把李葵干死也挺好 反正都不是我的人 你们就苦病嘛 所以这个曹盖一句话没有 都是宋姜的手 宋姜拦住了 别打别打 他说朱虫啊 他让这个李葵 你给朱虫赔礼道歉 李葵说凭什么给他赔礼道歉 他算老挤啊 你不就是说他救了你和曹盖王吗 我在梁山我立了多少功劳啊 结发展不是我结的吗 我功劳为他大得多 我给他这个 配了道歉 他说什么 李葵 这个李葵说的啊 这个宋姜就骂李葵 你这个不对 然后他就跟你出唇说 你也不要生气 这个也不是李葵要杀 说是李葵啊 是不是是无用军事啊 让李葵杀的 你看这宋姜都坏了 他把责任退到无用口了 还是无用让他杀的 李葵也没办法 只能这样 所以你不要恨李葵 那意思是你恨无用吧 对吧 这是无用的主意 可不是李葵 李葵想不到这些人的了 那个朱彤气得这个 对吧 然后这个 后来那个宋姜就跟李葵说 说这样子吧 说你给朱彤啊 配这道歉 我跟你配这道歉 行不行 然后李葵一看 那对吧 那宋姜的 就给他配这道歉了 他就那行吧 然后就跟朱彤说 我不是看你啊 我看我大哥的面子 我给你配这道歉 然后他就给朱彤 配这道歉 朱彤一看 这个情况 咋弄呢 是吧 朱彤也就没啤酒 一点啤酒没有 然后这个朝盖就 安排酒席 大家接着喝酒 梁山又多了个兄弟 实际上到这儿啊 后面就没什么的 因为跟朱彤雷恒 关系不大 他们戏不多 战国也没什么太多战国 就是说雷恒和朱彤两个人 现在都上了梁山 都是天干心 为什么呢 这很简单 因为这个估计让朱彤和雷恒 两人进天干心啊 这个无用也没什么太大意见 因为无用也是他们放 这个朝盖 朝盖死了 对不对 松江也没意见 这救命恩人嘛 对吧 还有公司任这些人 估计也没意见 因为当初都是他们放 实际上朱彤和雷恒 两个人的能力 和后面的这个 就上了梁山之后的这个功劳 包括打辽国 打翻满 都没什么功劳 都乏善可乘 尤其是朱彤 朱彤他跟那个雷恒不一样 朱彤是善如结交朋友 对吧 在梁山之前 他就善如结交朋友 但是他上了梁山之后 他就有点像那个孙利 躺平了 该他去他再去 不该他去 反正他不知道 他不像那个刘坦 不像那个谢真谢保 战顺这种人 他们是好不容易 带着个机会 玩命表现 保温 因为他们是穷人 或者是对吧 他们是说破格提拔案 没有后台 没有资源 只能活命 不同人家家里有钱 他就是坐牢了 家里还有钱 地产 天产 天产 没有没收 人家还是富富 所以他也退路 坦平了 所以在梁山没什么表现 雷恒还是有这个追求 雷恒就因为他就是 他也是没后台 一步一步打拼出来 所以上了梁山之后 他也想表现 试试也想露头 尝一些忠忠 这个雷恒的品行 宋江给他定义过 这个朱从和雷恒俩 就是刘坦啊 到运真县 不是给他们送礼吗 感谢他们 送黄金 然后那个宋江就 发现这个谁的 不地道 想害他 他让刘坦赶紧回去 他拿了十两块黄金 实际上给刘坦带走 刘坦说 我还要给那个朱从送 还要给雷恒送 那孙江一听完了 你还心目标不够大 是吧 对吧 害怕不抓你是吧 所以说啊 说你赶紧回去吧 说朱从啊 他不在乎钱 你给他没用 他不在乎钱 你给他多少 他不缺钱 他不要 这个他说雷恒 你给他多少都不够 就是雷恒啊 你给他多少 他不够 说不定他先少 你还不是不给他 让刘坦赶紧 你就回联商吧 你说这两个人都不要送了 一个是 一个是你给不给 他就那样 一个是你给了 他也嫌你少 就是说明这个 雷恒这个人就贪财 要钱 收钱 到哪儿都要收钱 要不跑到梁山收钱 收一包钱 这个人就是 就是他 这是孙江给他 下的这个钉 这个雷恒这个人 你要跟朱从一比 因为他俩人 最有可比性 其他人没得可比 这俩人一比 你就发现雷恒这个人 跟朱从就确实是 天然之比 朱从这个人 就更像这种好汉 你纵观他在 上梁山之前 和上梁山之后 一级后面 他没有什么 干什么删天害旅的事 他给那些好汉 通通报信 把那些好汉换走 这个在当时看来 那都是好汉行为 都应该这么做 他没有什么 删天害旅的事情 就比如说 像吴庸那样 像李贵那样滥杀 他没有 也不像武松那样滥杀 他都没干过 整个书上 没说雷恒杀谁 只有他救别人 尤其他救雷恒这一事 就朱从救雷恒 那典型的就是 救兄弟对不对 雷恒虽然不是他兄弟 他不认识兄弟 但人家就 只要那样救他 就为了他 为了他妈 被他妈倒的挽架了 雷恒死了 他妈也死 他看不过去 他这个人 所以他就救了雷恒 牺牲自己的前途 对吧 他知道 所以雷恒这个人 整个的他没有什么污蔑 虽然没有什么战绩 他也没有污蔑 但我说朱从 朱从雷恒呢 那这个人 这个就是个畜生所为 对吧 人家朱从救了你 你应该报答人家 结果他的报答方式 你把你搞到骗到梁山 这叫报答 所以你看这人 所以雷恒这个人 怎么叫英雄好犯呢 对吧 又贪财 贪钱 冒功 完了之后还坑害自己的恩人 这个朱从都说了 我在这儿再待一年半 我就 我就起码释放了 我就回去接着去 当都陀的位置 又是梁明 我为什么杀梁山呢 结果你看 雷恒为了让他杀梁山 配合这个吴勇来骗他 结果把小杨那个 一个无辜的人 一个小孩 给他杀掉 堪证两半 对吧 所以说 就是吴勇 李慧这种人 那是恐怖分子 对吧 不说了 雷恒这个人 比如说从这儿 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人品 他是立即 精致了立即 非常自私自利 就是为了自己 他真的是为朱从好吗 不是的 如果朱从要被砍处 对吧 像这个柴静一样 或者像雷恒本人一样 你去就要被砍处 那你救他是应该的 对吧 你帮你从这儿救他 人家不是的 人家好得很 他没有想上山上的意思 而且他也没有受什么压迫 各方面都敬重他 就觉得他这个人 很讲义气 重义气 大家都保护他 包括那个县令 包括那个仓州之父 都保护他 都进入他的疫情 觉得这个人 能为同事 干涉自己坐牢 这种人值得尊敬 所以给他就是侵判 给他最好的活 最好的安排 结果你看 你救的对象 后来在梁山 朱从和雷恒两个人 因为他两人 都是运征厌的 他们有这层关系 他们基本上都是 打仗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 打单亲的时候 孙家是问谁上 这时候雷恒和朱从 两个人一起上 一起上 先把那个 沾进一世子 先把那个雷恒 鼻子打歪了 鼻子打歪了 然后又一世子 把那个朱从 那个胸吧 打入胸了还是什么 下面 还是否认啊 总之这个 这两个人都挨揍了 后来真聊的时候 也有一些表现 但是都不大 跟他们天刚心的 这个身份呢 相比他们取得的成绩 这可以忽略不许 后来雷恒是怎么死的呢